13 歲女童騎單車 半夜找男同學過夜 台南一名13 歲國小女童 跟同班男同學感情要好 這一天她半夜主動賴 邀約對方到家裡過夜 睡不著怎麼辦 那我騎電動腳踏車去帶你來我家 兩人帶著便當行李 趁著爸媽呼呼大睡時 念所念找車 沒想到女童騎到男生家樓下 就被巡邏警員發現 小學生半夜流達事有失竅 最後兩人被師長帶回家 兩小無猜的思惠記 也因此跑堂 他們說兩人不是男女朋友 跟爸媽說只是上個步 不是要私奔 家長目前都不在家 在這個時段希望能夠到外面 走一走上個步 然後等到我們早上要上學的時段 的時候再一起到學校上學 學生會在深夜時間裡 還沒知識你 為什麼家庭教育對學生 地方中心還能報導